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演是4號 孫愛萍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孫愛萍 我今天要演講的題目是 學中文之經驗的 很多住在美國的兒子小孩 會覺得在家裡說中文 中文上中文學校 是一件非常不穩的事 可是對我來說 中文就像是我的母語 我在美國出生 但是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中文 上的第一個學校就是中文學校 從幼小班到高中一轉眼 今年已經是第十三年了 從小爸媽就對中文出現非常堅定 除了不但還有強調中文的重要性 更創造了很好的語言學習環境 在家裡他們只跟我講中文 不講中文 他們還能隨時糾正我的發音和用詞 爸爸還能教我中文的繞口令和接蒙 如此一來就能從遊戲中 加強我的中文經歷和語法 另外媽媽還幫我買很多她們小時候看的 卡通DVD 像是北海小英雄 小天使小甜甜 孫悟空等等 還幫我買中文故事書 希望能從娛樂和閱讀中 加強我對中文的興趣 爸媽這十多年來的堅持 讓我的中文非常好 每年暑假回台灣玩 我聽、說、讀、寫 都完全沒有問題 去年媽媽發現回台灣讀SAT 比美國便宜很多 就決定送我回去武器 老師教課的東西 我不但完全懂得懂 下課後我還能和朋友 坐公車、搭捷運 去西門町去夜市管理 最重要的是 我們能用中文點菜 給我們喜歡吃的美食 今年我即將從中文取校畢業 雖然有點捨不得 但是我一定不會放棄繼續學中文 因為現在很多我的美國同學 都有在學中文 會中文在地球上 是一種優勢 我相信各位都是中文學校 最優秀的科學 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 繼續努力 永遠不要放棄 謝謝大家 我講完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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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